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 简单的分类 这边这个 全部所有 纸类别产品的 获利率 12.5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 纸12.5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去 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公司的 这些纸类别 如果大于 12.5也就是大于 0.125 的话它就是 代表有高获利 如果 是低于12.5 它就是 一般获利 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 有的获利是 负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把 获利 类别化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 获利的分类 所以我们用滑鼠右键点选新增量值 第一 点这个地方 第二 新增量值 第三 这叫做获利分类 在获利分类里面 我们最常用的函数 if 输入if 直接点一下 TAB键 接下来就是 逻辑值的判断 我现在是不是要拿获利率 percent 来当做是一个判断依据 所以请输入一匹 就是获利率 百分比 TAB键 如果 它 大于 0.125 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 它叫做高获利 那因为我要输入的是中文句 所以前后会加两匹符号 再接下来 if 如果 用一匹 获利率 如果是大于 0 在这个地方 这叫做 一般获利 两铁 逗号 剩下是不是就只剩下 小于0的 这种叫做 负获利 幼瓜符 幼瓜符 记住 幼瓜符要两个 然后记得按一下 inter键 那我们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 获利分类 所以我们这边 我就有 高获利 负获利 一般获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